作曲 李宗盛 泳泳波淘 冲不出勤劳 我只有汗泪煎熬 有处躲逃 最初风声路难找 寻不到解药 就让你暗笑八道 爱的刀殊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彩虹 爱的刀回我 夜色更模糊 翩翩光阴沉落 泪水遮住我 夜色也pu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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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个案子牵涉到何夫人 牵涉到何夫人 何夫人背后就是和珅 和珅背后就是石亚哥 这就证明你当初状态吴俊德是对的 皇上已经恢复了我的俸禄 还因为我救了十五阿哥 赐了一件黄马罐呢 这下好了 一个案子就把和珅 还有十一阿哥全给扳倒了 十五阿哥一定赢 胜负未分啊 不是吴俊德全招了吗 所有证人也都招了吗 这件案子牵涉到和珅和十一阿哥 也可以说牵涉到朝中大半的官员 你说皇上能够下决心彻查到底吗 不是说要秉公办案吗 不然皇上为什么撤了十一阿哥 换上十五阿哥做主审呢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担心十五阿哥 这么大的案子 却押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扛得住我 你又是打仗出身 帮不了他什么忙 现在想起来 当初状告吴俊德 的确是鲁莽一点 你也是既恶如仇 有什么错 我去立不认职 才知道文官 对武官更难当 不能光停一箱热血去冲锋陷阵 政务繁杂跟打仗完全不一样 千头万血 真不易着手 这样说来 还不如你上战场打仗痛快 战场上 你知道你的敌人在哪儿 可身在观察 你的敌人可能是一股无形的势力 你这样一说 我都替使我阿哥感到担心了 我现在真是感觉到有劲儿没出事 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等这些事办完 不如你向皇上请辞 我们去变赛吧 我们 你不陪伴师傅阿哥了吗 我该等他吗 是我阿哥那么喜欢你 你当然应该回到他身边 我想 我又怕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主子 主子 请用膳 我不饿 拿走 这个不是预产房做的 是和服送的 和服 我真想不到啊 你堂堂军机大臣竟然能做出这么漂亮的菜来啊 这菜不仅看着漂亮 名也起着好啊 这叫半龟良月 这叫粉与樊梅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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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里 起得起的是漂亮啊 谁教你的 是我夫人 是娘 是啊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啊 她就亲自给我做了这三道菜 吃到嘴里 我填在心里啊 后来我就托人去提亲 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成了 就靠这三道菜 后来啊 这几十年里每逢过年过节啊 她的生日啊 不管我走到哪儿 我都正去赶回家里亲自下厨 为她做这三道菜 师父师娘 真是抗力情深啊 哎 常言说的好啊 一世人良夫妻 百年修得共枕面啊 哎呦 原来这三道菜 有这么多说头在里面啊 嗯 这菜里边 包含着我们两人之间的思念啊 嗯 情依啊 还有 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主子 主子 嗯 嗯 这几样菜我都没见过 嗯 没见过 这道菜是半归粮月 这道菜是粉退煤烧 这道菜是 偷换含香 主子 您吃吧 哎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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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去哪儿 嗯 你现在给我进去把龙关上 然后把里面这些东西全给我吃了 主子 这是啥意思啊 啥意思 我靠了你啊 哎 不过我请告你啊 在我回来之前 你不得出门 你要敢跨出这门一步 你把我的御膳同西晚 你才不敢 来 好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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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漂亮 来 来吧 好 好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来 其实挪在心里也没把握 姑且一试 三道菜 把我给勾了 故地重游 从来都是赏心愿胜 请 老鸡啊 笛子号那道三三被烧鸭好了没有啊 好 笛子号大爷可是开罢了 听到吗 快点快点啊 知道了 都快点 快点快点 接细点 快点快看 放心吧 你 干什么呢 赶紧干呐 你好嘞 找罢了 快 你们两个 你坏着 吃点吃点吃点 好嘞 对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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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怎么来了 都忙你们的吧 别管我 那怎么成的 您来了 怎么也得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忙你们的去吧 行 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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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 是 二位爷 请 小薇 客人都点什么菜了 咱俩那儿要燕锅炒姜鸡丝 溜野鸡丸子 会腰鸭 肉片嫩豆腐热锅一瓶 好嘞 来啦 真没想到你们还会再来万花楼 是啊 就地出油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则燕 这是师父特地为咱们做的 以后恐怕饭也吃不到 为什么 你们随时都可以来啊 这何大人日里万机 以后哪还有机会再到这来 是啊 是 何谋 使君俸禄 魏君分忧 以后恐怕再难有机会 来这万花楼了 哎 紫燕 最近来的官老爷还多吗 越来越多了 我这仙姑的名号 在八大胡同 可是响当当啊 这花大姑真有两下子 想着这么一招呢 现在已经赚大发了吧 现在呀 八大胡同每一家 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装神弄鬼 哎 只不过是花样变了 有的是女法师 有的是女喇嘛 有的干脆把头发剃了 扮你姑呢 所以这一招先吃遍天下 万变不离其宗 紫燕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正排仙姑 现在啊 花大姑可拿窍了 不是四瓶以上的官 根本见不着我呢 哎呦 紫燕姑娘 真是了不起啊 我就是 想多听点官场的消息 好告诉十五阿哥 让他多办点贪官 这倒行 要不是紫燕呢 咱们就得不到那个原无证 吴俊德这个案子就破不了了 这些都是紫燕姑娘功劳啊 当然也是十五阿哥 有福气啊 想当年在万花楼的时候 十五阿哥 还是个不懂事的小伙子呢 我记得我记得 那个时候 连花大姑都吃不消他 那时候的我呀 毛毛躁躁 整天爱师父吗 可不是吧 你瞧 现在十五阿哥 是不是变了个人啊 变多了 变老了 变老了 变得老成了 老练了 像个老手了 是啊 像个大人了 真不容易啊 十五阿哥 在这万花楼 才多大的功夫 你看一下子 它就成熟起来 真是天资聪慧啊 师父 你教我的那些日子 比舅舅教我读十年书 还有用啊 严重了 严重了 归结 又是儒学大师啊 舅舅也教我官场的事 可讲多了 我就记不住 在万花楼那些日子呢 亲眼看到那些贪官现行 再加上 有师父在旁边指点 哎呦 真是刻骨铭心啊 人呢 一直变得开笑 对 这种方法就有效了 何大人 真是用心良苦啊 哪里哪里 这只能说 我跟十五阿哥有缘啊 对 有缘才会共患难 嗯 说得好 子彦姑娘 说得太好了 来 我们为子彦姑娘这句话 赶一杯 好 来 有缘才能成为师徒 是 这句话说得更好 我们为这句话赶一杯 好 赶 皇上 真是越来越贫心了 他让永远当 当主审 让你当个比铁士 这不是让你难为情吗 真不知道那个胡一经啊 给皇上下了什么迷魂药 不过你放心 这个案子一审呢 就会审到和珅那儿 和珅不会捅到你这儿的 再有啊 太后那儿呢 我也下足了功夫了 太后疼你 她说这两天呢 就跟皇上去说情 她还说呀 这两天让你陪她去避暑山庄呢 哦 对了 还有那几个铁帽子的王爷 我也下足了功夫了 他们呀 也答应跟皇上去说情 还有那个淑妃容妃 他们不是没孩子吗 也疼你呀 他们呀 也说帮你去跟皇上说情 还有那几个仪嫔公嫔 永兴 你就不知道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你每天就知道吵吵吵吵吵 你 你吵得我耳根子都快坏了 你是不是真的非要把我逼到发疯 你才甘心呢 永兴 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我也不想听到你说话 我不想见到任何人 你出去 出去 出去 永兴 你出去 出去 我出去 快 快 我出去 快出去 我出去 我是不会输的 不会输的 我是不会输的 看看 你看 你看 我看看 我看不见 嘘 你们瞧见没有 就那个年轻的 那就是十五个呀 好厉害 这个年纪大的 那可就是和珅和大人 好有钱 是呀 来来来来 我跟你们说 这两个人架在一起 大清国将来可就是他们的 赶紧去通知你们的客人 这条消息 这条消息 正给你卖个好价格 好好好 快去快去 快去快去 哎呀 发了 哎呀 子燕 再真酒 阿哥 你已经喝了很多了 难得阿哥开始 来 再喝一杯 喝一杯 酸燕 这后来师父好像做了一件很英勇的事 什么事啊 我这一时棒课我也想不起来 瞧你说的 我做了什么英勇的事了 不就是有一回啊 我和师父阿哥已经来到了将军属 本来只要顺利的进去就能见到皇上了 那师父阿哥就得劲了 可偏偏有个齐山把门 对 就是这件事 齐山把门 他是认得我的 齐山那个家伙最坏 没错 这眼看着我就进不了将军府了 这时候师父挺身而住 他把齐山给引开了 那不是去送死吗 就是送死啊 师父他是牺牲自己 引开齐山 好让我进门呢 何大人 何大人 您可真是舍己为人 太了不起了 没什么 我那个时候也就是一股子蛮劲儿 也没想什么就冲过去了 师父 那时候 我就怕安安发誓 六朝一日 我一定要报答师父这个恩情 我说哪里话呀 只要你今后啊 能够平平安安的当上太子 那就算是对奴才最大的报答了 这回宫之后 我就一直一直在想 到底我该怎么做 才能够报答师父呢 上钱呢 上钱 师父他有的是钱 上别的 他有什么都有 我还记得他家的珍珠啊 比我额娘的还大呢 那大科的是假的 是燕铁 既然何大人家什么都有 那二哥打算怎么报答他呢 最后来我就想通完 师父他为了我连命都不要 他哪是要我的啥 是是是 那他根本就没那个意思 师父他教我做人 教我看透观察 无非是要我成才 做一个出色的阿哥 阿哥也做到了 那阿哥还没说 怎么报答何大人呢 所以我回宫之后 就把我做大案子 阿哥 把我舅舅给查办了 真是大一年轻的 阿哥令人敬佩啊 阿哥查办舅舅 怎么算是报答何大人呢 我能够找到我舅舅贪污的 真凭实据 这是师父教的本事 这是阿哥自个儿的本事 说两心话 要不然我自己的舅舅 是何道的痛苦 后来 我想到师父告诉我那句话 他说 成大使者 成大使者 要留亲不认 阿哥真是做到了呀 阿哥真是不容易呀 我从来没想到 我会做到留亲不认 可我做到了 那一刻 我觉得 我没有辜负师父的教导 这就是阿哥令人敬佩之处啊 子彦 你说我这样报答师父 够不够 好像 没人这么报恩的吧 嗯 好 那我就更加努力的 报答师父 我把一个更大的罪案 查个水落石出 阿哥是说 师父阿哥真是厉害 又有什么案子啊 吴俊德这个案子 脑大 师父会不会支持我 办下去 当然 当然 开玩笑 何大人当然会支持阿哥了 可是 师父支持我 我要是遇到该 留亲不认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那当然是 当然是留亲不认了 何大人 您说是吧 对 舒阿哥 我来吧 这杯酒 我一定要 亲手 真得适合 这山都在了 这山都在了 这头杯酒 我尽是 不敢当 还是我尽您 这杯是泄尸酒 这第二杯酒 是赔罪酒 阿哥严重了 赔罪 赔什么罪啊 被第三杯酒赔的罪 是传讯酒 传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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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和夫人明天宫中听后审讯 传讯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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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空空如也 你得到现在的国库去看看 国库充盈 大清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富裕 这些银子 全靠朝野齐心协力合作无间才挣下来的 国要赋新要旗大局为重 明白吗 我明白了 能挣钱的有功 不管他贪了多少钱 大清国这把龙椅不好做 话吗 儿臣已经传讯了何夫人 如果不认 好像很没面子 是啊 那你就做的样子 拍拍架子就行了 那这样吧 儿臣就不到刑部大堂去审了 就让何夫人到我哥娘的寝宫去吧 那要好 那要不至于刺激她 然后我呢 就和风细雨 问问案子就算了 那就更好了 你可不许对何夫人不敬啊 花阿玛放心 儿臣一向尊重何夫人 我会带以上宾之礼 好 这朕就放心了 好 好啊 你的百炼钢 终于变成了绕纸柔了 好 花阿玛 二臣先告退 好啊 老爷 我要入宫了 先别急 也许师傅阿哥 只是 走走过场而已 白白样子 随便问问罢了 师傅阿哥 是不会走过场 白样子的 就算师傅阿哥真的要神 他也没那么大本事 能够问到夫人的 夫人大可不必紧张 不必紧张啊 老爷 我不紧张 倒是老爷不要紧张才是 我不紧张 我不紧张 看你的手 冰冰凉凉的 你还说不紧张 夫人 都是我办事不中 师傅阿哥审讯吴俊德的时候 我就应该把吴俊德给收拾了 我太大意了 老爷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就不要自责了 我心中有数 夫人放心 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的 因为皇上离不开我 他离不开我呀 他离不开 老爷 堂堂的军纪大臣 怎么变得这么慌张呢 谁的夫人受伤 谁都会慌张的 夫人 我看这样 我去跟师傅阿哥说你病了 你干脆不要去 老爷 躲得个初一 躲不了食物 拖一时是一时嘛 我跟皇上说 也许连审讯都免了 老爷 你想想看 和申夫人 可不能做缩头无归 再说了 这么大的案子 怎么能悄悄免了呢 还是 坦然面对吧 那夫人 那咱们就商量一下 你该如何应付 该怎么面对 我都反复想过了 也许 你哪儿还有什么 可珍珠之处 老爷 你该到军机处去了 哎呦 我哪有心思去军机处啊 万朝文武都知道 和申夫人今天受审 如果老爷 还能到军机处去办事 他们会相信 老爷问心无愧 心中坦然 我说得有道理 我一会儿就去 老爷 我先走了 饺子 饺子 还等着我呢 这个永远胆子也太大了 他竟敢提审和夫人 这是他最大的败笔 败笔 嗯 罗娘 其实何大人跟何夫人的智商 是不相上下的 永远要审他 就好像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一样 他败定 有道理 永远这个案子 他就查不下去了 此案的关键人物是何夫人 这一关他过不去 光有吴俊德的供词也没有 哼 那才好呢 十一爷 十五爷让奴才传话 传什么 十五二哥有请 本案比铁市早点去 你说什么 是十五二哥令奴才 原话不动 原话传达 放肆 给我跪出去 永兴 你听见没有 他居然叫你比铁市 连名字都不叫 你今天不用去 看看能往里怎么样 不 我要去 恶娘 给我帽子 他这么侮辱你 你还要去受辱 为了看一看永远 是如何被何夫人挫败的 直了 听说何夫人比何深海要厉害呢 所以我第一个就是先审他 要不要让你舅舅给你指点指点 他比较有经验 舅舅也不是何夫人的对手 连舅舅都不是何夫人的对手 你怎么对付得了他呀 这件案子庞大复杂 牵扯其中的将近百人 我如果一个个审讯 况是费事 我如果直接攻破何夫人 这件案子就可以迎刃而起 这倒是一个 擒贼心擒王的诏数 你有多大把握 我没把握 没有把握 你怎么审哪 我会赢的 这就是黄师姐的秘车啊 是的 是黄师姐密参 厦门文武衙门 乐取进出各国船只 花边银两一案 那军机处你如何处置啊 你派刑部尚书 书贺德负民调查 好 朕准了 皇上 还有一个作者是 行了何爱兴 你不必再念了 皇上 你根本就不是到这儿来给朕念奏折的 对不对 皇上 我这的的确确是 行了 行了 什么海关收取花边银两 缺证逼死支线 这种鸡毛蒜皮的事 过去在你军机处就直接处置了 你从来不会拿来烦朕呢 这次黄师是想 这 行了 何爱兴 你我君臣一场 你肚子里那点小酒酒 你以为朕不知道 皇上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永远在审讯你的夫人 你心里放心不下 想来就近打听打听 对不对 皇上 发言如惧 落在惭愧 抗力行身 你牵挂你的孙夫人 这也是人之常情吗 好 海星 把你的奏文扔到一边去 皇上 咱们呢 一块去看看热闹 怎么样 谢皇上 走 十一二个请留步 放肆 阿国赎罪 只是是我阿国传下话来说 不准您进入 什么 他不是让我来做笔铁事吗 就告诉他我来了 十五阿国传下话来 笔铁事就在门外候着 叫您进去 您再进去 好啊 他这是存心物数 你给我闪开 闪开 闪开 十一亚哥 我闪开 十一亚哥 您不能 十一亚哥 臣妾 拜见十一亚 何夫人快请请 十一亚哥 今天您的气色 不错呀 我的气色 我的气色都给人气饱了 心平而后契合 契合而后谋地 臣妾拜见十五阿国 何夫人请请 谢阿哥 夫人知道我 为何选择这儿灵训吗 因为臣妾是一介女流 无官无职 选在任何地方灵训 都不合适 不 因为夫人是和珅的夫人 堂堂一品夫人 如果在公堂审训 又算何家尊严 都谢阿哥成全了 这和珅救过我 今日却要审何夫人 永远愧对夫人了 阿哥秉公办案 何愧之有啊 夫人请看 吴俊德一案 被告一十七人 两遭证人二十三名 他们的公状 全在这儿 阿哥问案 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我想请夫人 看看这些公状 让我看 我眼下 可是被告 我爸案与别人不同 我准许先让被告 看看别人的公子 那是个人 谁家里的公子 我身边判 帮助 我身边 你身边 帮助 Zither Harp 我告悔 已迷离 风升起 也行回忆 曾想过 而顺着远落 能回去 可是天 可是地 还有你 告诉我 天之气 无人敢和我鼻翼 有些美 要笑着擦 有些痛 别从感 那点恨 不都是来自牵挂 放开心 放开手 上云霄 俯瞰大地 你的笑 永远是我的奇迹 天多难 去追最旋的云霞 一次次风 一场场雨 为我们装怀 天多难 你从哪儿上才精彩 抱定阳光 千丈万丈 笑在眼外 天多难 去追最旋的云霞 一次次风 一场场雨 为我们装怀 天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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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一风而上才精彩 抱定阳光 千丈万丈 笑在天外 天多难 天多难 天没有 天多 en云霞 和梦绑 祖怀 浮 Gw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